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是我們人王2的製作團隊 Tim Ninja的強擋星座 臥龍蒼天殞落的八首日 不曉得各位目前玩的怎麼樣呢? 這幾天開直播玩的時候 相信各位都跟我一樣 覺得這個戰鬥太難 小怪有夠搞鬼 每次都被突然跳出來的小怪 一陣亂舞打死 就連我平常都有在玩動作遊戲的人都覺得 哇這款遊戲真的是很有挑戰性啊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在剛入坑當新手的時候 需要知道的八點小知識 如果你是目前打得很痛苦啊 或是有興趣知道的玩家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一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當然也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吧 Let go 首先呢我們的戰鬥大概就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呢是戰鬥中的小技巧 另外一個呢則是我們的配備 像是裝備啊 或是奇數那些 那先跟大家聊一下 戰鬥中可以注意什麼 簡單來說一下 我們的戰鬥時候 我們的介面 可以分成上面這個數字 還有下面這個計量條 上面的數字呢叫做士氣 我們可以透過打敗敵人 獲得暫時的士氣 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士氣就會慢慢下降 也可以透過在地圖上插旗 只要你插越多的旗 你的最低士氣呢就會提高 簡單來說士氣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越高的話 敵人的士氣差你越多 那就越好打 同時呢 也有一些奇數 是需要一定的士氣 才可以去使用的 那下面那個計量條呢叫做氣勢 以中間點為基準的話呢 往右是藍色的 往左呢 則是橘色的 不管是我們啊 還是敵人都會有這個東西 同時我們的攻擊又可以分成普攻 還有氣勢攻擊 普攻呢打到對方呢 就可以加到我們的氣勢 扣敵人的氣勢 氣勢攻擊會消耗我們自身的氣勢 但能讓敵人的氣勢量表給縮短 兩方都要避免的就是讓氣勢達到橘色最底部的時候 如果又被對方打到 那就會陷入一個暫時無法行動的狀態 會非常的危險 所以在戰鬥中呢 管理好你的氣勢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關於氣勢量表等等 介紹到的一些小技巧啊 會有讓氣勢瞬間清空的方法 等等呢 再跟大家介紹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戰鬥啊 時常是需要去依賴所謂的化解 也就是無傷把對方的攻擊給無效化 這點啊應該大家都知道 但是做起來卻很難 如果你對敵人不夠熟悉 單憑你的反應能力 可能很難一次就化解成功 在這邊呢 我推薦各位 如果不想跟敵人正面交通的話 有兩種特殊攻擊方式可以去選擇 這兩種呢 在遊戲中又稱作是 絕麥攻擊 一個是如果有高低差的話 敵人又沒有發現你 我們只要跳起來按三角形 使用這個氣勢攻擊 各位就會發現 我們鎖定敵人身上呢 會出現紅色的標記 這時候呢 就可以對敵人造成大量傷害 非常的好用 那第二種呢 就是如果沒有高低差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慢慢的 從背後去偷襲敵人 我都叫這個叫做被刺 這方面呢 要注意的是敵人如果會發現我們 不只是依賴他們的視野 也會依賴到他們的聽覺 例如說我肩在一個敵人的後面 那如果我是快跑的話呢 我的腳步聲 還是會被敵人給發現的 但如果我是慢慢走過去 我們的搖桿呢 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往前推太多 那敵人呢 他們就不會發現我們 我們就可以成功去背刺他們 如果你覺得推蘑菇頭很長 不小心推太多啊 那你也可以按住L1 也就是格擋的這個按鍵 在按住格擋的時候呢 我們的走路 是會慢慢走的 只不過還是要小心啦 有些敵人他可能會突然回頭 那你就GG了喔 這樣一個方法呢 非常推薦大家常常去利用一下 只要成功使出絕脈攻擊啊 還可以降低對方的士氣 我們呢還可以獲得士氣喔 用之前呢 各位也可以釋放一下 輔助類的起術 先上一些加攻擊或是屬性的buff 因為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我們的起術啊 他會消耗到氣勢 但如果呢利用了高低差或是偷襲的這種絕脈攻擊的方式 成功攻擊的話 那現在的這個橘色的氣勢呢 就會瞬間歸零 這點啊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大量增加偷襲的傷害 啊假設你是那種喜歡正面對決的玩家 然後又喜歡平凡去更換武器的話 那我會推薦你多多利用R1加拳 這個呢又叫做化解轉擊 除了可以化解掉攻擊以外呢 因為他會自帶一個攻擊的動作 打中敵人的話呢 就能把我們的橘色的氣勢 一口氣全部清空 還算是蠻好用的啦 不過如果你是第一次遇到這個敵人 很常反應不過來化解的話 那我再推薦你一個小技巧 按住R1格擋劍 同時呢看時機去化解 格擋劍可以讓你不受到傷害 只要對方呢 不是使用那種身體發出紅光的氣勢攻擊 普攻呢都可以是被擋下來的 但是呢要小心的是受到攻擊會被扣到氣勢 如果你的氣勢已經到很附很橘的那種狀態 那千萬使用格擋要小心 不然一個不小心你就會被破防 總之呢重點就是一邊格擋一邊等時機化解 就算你沒有化解到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不受傷害 好的那剛剛也有說這一款遊戲啊 很常會有那種躲在角落或是躺在地上 突然就偷襲你的小怪對吧 這裡呢也給大家做一個小技巧 我自己呢是很常在探索的時候呢 一直按我的鎖定鍵 以PS手把來說呢就是我們的幼蘑菇頭 那種躺在地上的敵人呢 是可以直接被鎖定到的 還有那種有保護色的敵人也是 超級好用啊 再也不用怕被偷襲 非常推薦大家在走的時候可以多多壓一下你的幼蘑菇頭 好的那講完技巧的部分呢 我們來聊一下裝備和奇數方面的問題 首先大家一定會先問嘛 裝備要該穿哪一套呢 有沒有推薦的拓荒裝備 那我自己是蠻推薦大家去穿一下官方送的 白虎套裝或是朱雀套裝 因為這兩個裝備呢都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一個是他有一個叫做追隨的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呢就是如果你把它拿去鐵匠那邊強化裝備 是不需要錢和素材的 當你打的進度有夠的話 他會隨著你的進度去開放 讓你去免費的強化 我自己是幾乎從前期用到後期啊 防禦力加好加滿 那另一個好處呢就是我等等會介紹到的 武將贈送的裝備 他們的裝備呢都有這種套裝技能 那雖然說這兩套他們都沒有套裝技能 但他們的特殊效果呢 是可以塞到五條的 比武將的套裝還要多一條 所以其實是沒有差到太多的 而且你還可以去鐵匠那邊選擇鑲嵌 鑲嵌的話呢就可以去選擇一下你自己喜歡的磁條 會比較自由一點 前期不知道穿什麼裝的話 我真的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穿這兩套裝的 好的那再來是武器的部分 這隻武器非常的多樣 其實呢說明白一點 各位可以直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武器就好了 但是呢我一定要跟大家推薦一下這個棍子 這棍子呢是我們遊戲中的逃克神器啊 棍子的普攻攻擊頻率非常的高 打小怪的時候呢對方很常會受到普攻就會被打出這個印子 這種高攻擊頻率的武器啊完全可以把對方壓著打 在這個小怪那麼多又那麼靠北的遊戲啊非常的好用喔 推薦大家一定要先去試試看棍子 那棍子呢你可以選擇這種在戰場中刷到的棍子 當然呢也可以選擇我們的老婆紅金的棒子 翡翠之 說到我們的老婆呢我們就這邊要聊到一下我們的武將們 我們在劇情中呢很常會有一些夥伴NPC會跟你一起通關 來到牙齊這邊呢我們點援軍也可以看到這個各個武將的裝備武器和效果 還有最重要的是這種結役等級 只要他到達了10級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武將 他們會送我們4星的武器和裝備 那怎麼去刷這個等級呢 一種方式呢就是時常去帶他們出門看敵人 時間久的話就會滿 其實也不會到很難生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使用情依酒杯 他會直接給你加一定量的經驗值喔 那這個情依酒杯要怎麼快速去獲得呢 這邊推薦大家可以打第二章 有個黃天兇妖在這個主戰場 這個呢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去重複拿情依酒杯的 那這邊呢快速演示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來到這張圖之後呢 就是一直往前走 建議呢路上的小怪就不要管他們 下面 字幕提供 先把他清掉 那打掉這個士兵呢 這邊有一個寶箱 那這個寶箱打開 欸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 青翼酒杯了 那剛剛那個地方 那個小怪清掉是因為 等等我會去旁邊這個牙齊 我們才可以傳送到別的戰場 或是再傳送到這張圖 再重新刷一次 但如果附近有小怪的話呢 他可能會追過來 那我們就無法使用這個牙齊 去傳送了 那這點呢 一定要特別的去留意一下 那假設你真的不信啊 被那個小怪追著跑 那就稍微走遠一點 把小怪拉遠離這個牙齊 再回來傳送就好了 那基本上呢 這些武將呢 他們都是有這些套裝技能的 只不過可惜的是呢 他們的鑲嵌槽 都只有四個鑲嵌槽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喜歡哪一個武將 再去刷那個武將的裝備 不過我覺得官方一開始送的那兩套啊 打通一中目就已經非常夠用了 好的那再來呢我們來講一下騎術吧 有哪些騎術會推薦大家去使用呢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騎術是這四個 岩杖術可以讓武器的附加岩屬性 讓對方燒傷 只不過有時候要看敵人喔 如果對方是用火屬性 那燒傷就對他沒有用 同時如果對方是水屬性 依照五行相剋的概念 岩杖術也可能會失效 那另一個我比較常用的是這一個 火鍊七傷術 這個呢是讓自己上攻擊 但受到的傷害也會增加 這邊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在偷襲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上好這個火鍊七傷術 讓那個傷害增加的更多 非常的好用 那第三個呢 我是選擇了這個 木屬性的射火術 在打到敵人的同時 可以按照傷害的比例去回血 只不過回的比例真的不是很多啊 通常呢 如果我想要去省水的話 我都會搭配這個偷襲去使用 因為傷害很高 所以回復的血量也比較多 最後一個呢 我是選擇了這個水屬性的隱身 隱身這個東西呢 也沒有說到非常的好用 而且他需要12的士氣 因為他有時間限制 而且如果你是快跑的話 腳步聲一樣會被對方給發現 我會選隱身是因為 有些敵人會站在門口 我們沒有辦法繞到後面去偷襲他 這個時候呢 隱身術就很有用了 只要我們不要用快跑 慢慢走到他後面 就可以去偷襲成功 那當然啊 除了這些奇術以外 還有其他不錯用的奇術哦 那攻擊的奇術 還有其他奇術的搭配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玩的是比較偏輔助類的奇術啦 那也歡迎在留言區補充一下 你們用的奇術是什麼 好啦 那今天的新手攻略大概就到這邊囉 之後呢 我會繼續分享一些關於臥龍的攻略 然後呢 也會把這個二周目給打通 刷個五星裝備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呢 就有歡迎訂閱和開小鈴鐺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不要忘記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